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抽湿剥茧一个议题 今天我要跟他分享这个议题 是因为最近这一阵子 其实应该是真的是这一阵子以来 很多很多人来跟我分享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的产业目前都缺工 这个产业不是只有你想象的 可能是比如说工程的产业 连服务业 餐饮业都面临这个问题 好 那大家一定会想说 好嘛 那就少直话嘛 缺工这个以后人会越来越少嘛 缺工这个也正常的嘛 好 我们今天就好好探讨这个议题 不过我要来从一个角度切入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台积电缺工 会不会变成国安危机 为什么会谈这个话题呢 你看如果说台积电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公司 都在台湾的护国神山 那你看可是他最近他的营收跟毛利都很高 可是呢 股价却不支持他 股价一直下跌 当然股价下跌可能有因为是美国半导体的 整体产业的需求面的下降等等 或者是可能叫做消息面吧 好 那我们为什么来谈说它会不会是国安危机 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台积电缺工 台积电如果缺工 其实各行业都会缺工 所以我这一集不用特别在谈其他的产业 不用谈说我这些朋友 比如说包含这个 我的好朋友私会不是也在做这个见人餐厨吗 他们最近也真的很需要这个好的员工 能够跟他们一起好好的往前 他们的需求量是增加的呢 他们还想要开一家店 可是这个人员的严重不足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我们台湾的一个护国神山 他都很缺人 这么优秀的企业都还一直找不到人的话 以前台积电是你想进去都很难进去 跟大家分享我那个年代 叫做非台青椒成 有时候连成都不见得排得进去 我讲事实再讲坦白一点 有时候你要进去台积电 台大都不见得进得去 不是不见得进得去 是说在筛选的时候 如果正好有台积英教程的时候 清华跟交大的学生 反而是比较有机会优先进去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简单 这个叫地缘关系 这个台积电他们的足科就在新竹 清华跟交大的校园 校本部也在新竹 所以你要知道清华跟交大的学生 平常在做这个 在念书的时候 尤其是硕士班博士班在念书的时候 本来就跟园区有很多直接这个交流的地方 那一旦有这个交流就可以怎么样呢 他就有很多的机会 先了解这个企业文化 那企业也有机会先去了解 这个清华跟交大的学生 我讲这个讲实在话 这是我片面的观察 我片面的观察 但是就统计学长来讲 早期台积电 这个清华跟交大毕业的学生也相对多 然后这里面会有文化跟社群的问题 就是说你知道吗 学长永远先照顾属于自己学校的学弟 所以如果清交的学生一多 是不是照顾的清交的学生就更多 然后那个就会如滚雪球班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企业体系里面 他确实台清交层的同学都特别多 那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触呢 早期我要去台积的时候 我那时候2002年 我去interview的时候 其实我都有上 可是我有几个over 比如说台积电 联电 然后几个半导体 之类的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要 apply这样子一个半导体的一个职务 其实我都有进去 可是我最后选择的不是台积电是粒精 是因为台积电那时候over给我的是工厂的职务 但粒精那时候是一座新的12寸厂 那我就跟我的教授报告说 我想要去挑战最新的厂 我去interview的时候厂都还在盖 机台都还在木印 等到我报到的时候呢 那进去整个办公室是新的 你知道那种装潢 新家装潢的感觉 所以以我那时候的状况来讲 我是可以选择我进哪一家公司的 就是我有好多选择 那不过你那时候 那时候因为我的学校 我是台科嘛 我是技职体系 所以我自己觉得啦 如果说我去interview台积电 尤其是我比较想要的部门的时候呢 我比较吃亏一点 当然我这个叫迂回策略啦 我先转进这个粒精 在我在粒精这个待了一段时间 担任这个integration 就是制程整合工程师之后呢 把这个半导体也摸手了 后来我就有机会进到台积电的研发工程师 在模组 我想台积电工程师的一天的生活 或者是一周 或者是一年的生活长什么样呢 我会再开一集节目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个有助于大家对于半导体业里面 工程师它的生态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要踏进去的时候 你会听到说 哦 好操哦 好操哦 其实我可能要破解一下大家迷失 半导体工程师不是各位你想象中的操 那个操有另外的解读 不是那种凹着你12个小时都在工作那种操 搞不好你12个小时 你真正工作也只有4个小时 其他时间你可能没有 身体没有在劳动 所以我另外一起来谈 如果你今天想要了解这个工程师这个职业 我另外一起来谈 那我们今天谈缺工这个议题 所以你看我刚才谈的是2002年那时候发生的故事 然后台积电那时候有没有缺工 好像也没有 因为大家都会这个抢破头就进去 所以台积电是有选择权的 可是你看看现在几个现象 第一个台积电呢 他很早就要进到校园去宣导他的职位 所以你看他的缺工 你知道他每年不是五六月才会有这个学生的毕业潮吗 其实现在有一个新的台积电的一个做法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这些资讯我都会参考数位时代杂志这一期十月份的报道 数位时代这一期的杂志有一个专题叫做半导体抢人大作战 非常建议大家如果你今天有兴趣往这方面前进 你可以去购买这个数位时代这一期的杂志来看看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也已经不是说你是工学院的学生 你才需要关心 你知道现在的半导体抢人抢到文主的学生 还有以前我们都以为工程师都男生比较多 没有现在女性也很需要 甚至于高职生他就有机会进去了 所以现在是在抢人大作战的时候 那这时候如果你真的正好你有兴趣了解一下这个产业 甚至于你是企业主 甚至于你不是这行业 你去看看人家抢人怎么做的 非常推荐本期的数位时代杂志 然后也在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录音的时间其实也就是今天要播出的时间 我录音其实有时候我是不会存档的 我是非常可以集醒来的 今天是11月11号 昨天是双十国庆刚结束 今天是礼拜二 所以这档节目等一下我们就4点38分的时候就会昂档 那11月11号到11月21号还有10天的时间 来跟大家推荐一个的好消息 这个我们跟这个Cobo热店的电子是有合作 所以上一集我们不是访了这个Cobo热店的公关经理 Winny吗 然后大家也了解到电子书 电子书的阅读器有什么好处 那也其实我们当下我们都没有任何企划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郑老师讲 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业配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我这里做节目没有收到任何一分一号钱 但是就纯粹把这个优惠想要释放给很多的需要的朋友 那我们也跟这个公关经理Winny也请他们跟公司这个请示 我们有要到电子书的优惠吗 而且是非常优惠的折扣7折 那7折是什么概念 一般电子书是一般书籍 纸本书籍大约7折左右 如果你今天电子书已经一般书籍的7折 这个7折的基础之下再7折 7G49 我跟你讲达到骨折有没有 对半几乎是不到五折 你就可以买到一本书一本杂志 所以同学们听众们好朋友们 你现在如果说你今天 我今天讲这些内容 会参阅这一期杂志 那如果更详细的报道 甚至里面有很多的图文统计 你想更清楚知道 半导力抢人大作战的相关内容 你可以去上COBO的这样电子书的 网站 它的动作很简单 第一个你就上COBO 你打乐天KOBO 乐天KOBO电子书 你就会进到商城 然后你当然就要是先加入会员 然后你就买 买的时候记得有个优惠码 优惠码记得 我们已经放在节目资讯页了 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宣布一下 它叫CompassOct C-O-M-P-A-S-S-O-C-T 我如果念错 你再确认一下这个资讯页 好 那你就输入这个优惠码之后 它就帮你打折 可是不是每一本书都打折 我们有个指定书单 大概里面大概有十本书左右 都是很棒的书 里面也包含有世卉老师的书 有我们以前访问过的江济云老师的书 如果你听了很久 然后你很想买 然后跟我一样 又很怕说买了书之后 书很占空间 书带的有重量 可是你又很想去看看书 包含刘功辅刘老师的书 我们都在这一波里面 有很大的优惠折扣 你可以进去里面 使用这个优惠折扣 记得我指到10月21号 过了就没有了 好 那我这边也稍微买一个 这个卖个关子 第一本书 其实很多朋友很想看 我不能说男性 因为很多女性 也对他也很有兴趣 所以第一本书 其实是属于生活休闲类的 如果各位觉得想要放松 看看美的事物 各位你可以去参考 我们书单的第一本书 至于是什么书 各位可以点 我们在资讯页 我们的Podcast节目资讯页里面 都有书单连结 你可以点开来 还有记得不要忘了 你去加入会员 购买电子书的时候 要输入这优惠 好 讲完了 这一段不是业配 但是要告诉大家好康 一定要讲清楚一点 好 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我们刚才讲到一个议题 就是说 比如说台积电 台积电 那他有一个登基计划 你知道他这个 就是说很多 以前他是去 我们学生毕业 要寄over去给台积电 然后可能等半年 都没有回应 这是十多年前 二十几年 十五到二十年 那十年前搞不好就这样 可是这几年真的发生了 就是说你今天 台积电倒过来 他还要去 邀请你加入他们 所以台积电九月开始 就有办理这个登基计划 就是不是那个飞机的机 是台积的机 那你这个登基计划之后 如果说你今天 今天这个上了 好像还有一些 这个奖金补助 不知道几万块钱 你一上班就先拨钱给你 这很好 就是你上班之后 你的制装费 你的这个行头 甚至你需要买一部手机 搞不好就有一个基本的费用 所以你看 六月毕业 台积电九月开始办登基 各位你如果是HR 人力资源部门 你去想想看 你有必要 如果你今天不是那么缺人的话 你有必要这么搞刚 九月份就开始去处理人 这件事情 应该是不用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也就是告诉大家 台积电真的是缺工 那几个资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以半导体产业来讲 劳力的产业缺工人数持续扩大 到今年六月 今年就是2022年 这个昨天刚过完 民国111年的国庆 中华民国国庆到现在 今年的六月创下 3.7万人的历史新高 缺工 劳力缺工 那我觉得最近的 这个氛围有点诡诀 你看俄罗斯打仗 现在打仗已经也不是什么新闻 打了快一年 然后疫情 也不是什么新闻 甚至很多地方都解封 然后 这个升息 升息一直升 景气不好 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闻 大家就预期就是升 你就升 反正景气就会变差 就是这样 可是你看 这么多的坏消息里面 在所谓的生产这件事情 就是一般我们在看到 这些产业的状态里面 它倒没有说因为这些 你预期的景气不好 而开始缩减这些 所谓的生产这件事情 它汽车 比如说车用电子 它需要一些晶片 然后你知道吗 一部车子需要半导体的晶片量 每年是增加15% 所以以前我们在谈 像我们前一阵子 上周五 我们在台大办的一个 个案研讨会 我们在谈 大家知道有一家外商银行 新加坡银行 叫星展银行 那星展银行 本身在做数位转型 做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这家银行 星展银行已经自认为 它们是科技业 而不是银行业了 好那你现在倒过来 汽车产业 我跟你讲 汽车产业也不是汽车业 搞不好汽车产业 比较像是电子业或资讯业 你想看一部车子要自动化 里面有各种资讯 所以除了引擎发得动 四颗轮胎会转 它最重要的是提供驾驶 或者是甚至不是提供驾驶 提供这车子本身 那个车子的主要那个大脑 一个安全跟资讯的判断 所以这个做车子 以后会变资讯业 会 它是一个移动的家庭 里面什么都有 它全部都是靠联网 所以你看 车用电子增加了15% 然后这个曾经有过 这个数学时代里面报导 他说目前台积研总裁 魏哲嘉先生 他曾经就问这个通用汽车 美国很大的汽车系统 晶片这个到底增加多少 他就回答 这个每年大概增加15% 那晶片的需求 主要在哪些地方 我刚才讲了一个叫做 这个叫做车用的电子市场 你想想看这里面晶片里面不是只有车用 它有什么 高速运算 五线通讯 工业电子 消费性电子 有线通讯 所以其实你看 晶片的需求是在增加的 好 那我再跟各位讲一个资料 这也是数学时代 根据这个研调机构 有一家公司 这个专门在做这个调查的 他说一直到2022年底 全球 各位可以猜猜看 全球有几座12寸的晶圆厂 有一些不是工程产业的人 可能不晓得什么叫做6寸 8寸 12寸 其实现在所有的晶圆厂 全部都是以12寸为主要建厂 不会有人再去盖8寸厂 那各位12寸8寸是什么概念 我很简单 各位有没有去买过生日蛋糕 生日蛋糕是不是有6寸8寸10寸12寸 有没有 对 yes 那个晶片WAFER WAFER是圆的嘛 那个WAFER它其实就是按照那个 就是你那个大小尺寸 你可以想象12寸蛋糕大小 跟8寸蛋糕大小 这个8寸吃的人就相对少 12寸吃的人就相对多 所以各位可以去想象到说 这个12寸厂 12寸WAFER晶片是长什么样子 好 你看全球你猜猜看 大概有多少的12寸晶圆厂 这边的答案是 数位时代这边提供的资料是163座 到年底的时候有163座晶圆厂 各位你看很难想象 你以为晶圆厂只有台湾 没有啊 这个上海啊 大陆啊 我记得以色列也有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美国啊 然后等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晶圆厂的设置 好 再跟大家讲一个资讯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觉得这个半导体厂 做半导体厂我们刚才讲12寸晶圆厂 它需要多少员工 各位想一下 这个一个工厂应该要多少员工 可是因为各位很难想象 我们下一集会来谈一个这个工程师的一天 那我等一下也会顺便把半导体厂里面 到底是什么分配 也给大家所谓科普一下 让大家知道一下 半导体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先讲一下 这一座晶圆厂的员工 大概是1000到1500 你说为什么润局这么大 因为每个厂区啊 它的配置啊 功能啊 甚至于产线的分布啊 甚至于它是现在是量产的工厂 还是还没量产 其实都有不同的规划 有些工厂只是刚导入而已 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员工 有些工厂它已经量产了 比如说像比较成熟制程 像以前我在做的是 65奈米 60奈米 这个45奈米 40奈米 那以前我做的那叫做先进制程 那现在这叫成熟制程 现在连这个28奈米都是所谓的成熟制程 那可能要到3奈米 5奈米 这个才会叫做定义成先进制程 可是比如说5奈米 3奈米 这根本还没有真正的量产 在做 所以它需要的员工数 当然就很少很少 它可能就是有RD工程师 在搭配一些FAB里面的员工 但是所以说这里面会有个很大论举 叫做1000到1500名员工 那各位你知道台积一 不是在高雄盖厂吗 高雄那个厂叫F18 18厂 你知道光是18厂 18厂本身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个数字 你又有问题了 18厂它数字在写说 需要5000到7000名的心血加入 你刚才不是讲说 一座这个晶圆厂 12寸厂是1000到1500吗 怎么18厂就需要5000到7000 其实它是这样子的 一座厂 它不是只有一个厂而已 它其实又分成 比如说像竹科的话 我印象中应该它叫做 以前我们叫做Face 1、Face 2 或者叫做Face A、Face B 就是说一个工厂又可以分成不同的Face Face就有一点像是编号 那你就说 那为什么它不把这个工厂直接Name in 比如说这是叫做12厂 下一个叫做13厂 都用一个编号就好 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些 要科普一下 因为你所有的产品 你所有的产品 比如说我进到这个12厂 那我今天产品里面 这个假设是NVIDIA 就是美国这个辉达这个晶片 显示晶片 元宇宙要用这些晶片 它下台机 它下到12厂 那它会做一件事情 叫做Pyron 就是市产 市产出来会有所谓的Ear跟Rability 就是良率跟可靠度 那客户要先看到这个Ear跟可靠度 以及所有的Report数据之后 再决定 好 我要下单 代表你的Ear是可以的 我再给你下 可是它今天是针对12厂 假设你今天是14、16、18 其他厂 所以我今天要跨厂区的时候 虽然那个品牌都是TSMC 都是台机电 可是因为跨厂区的时候 你的机台不一样 人员不一样 地区不一样 各种 甚至天后啊 什么都不一样 所以它会要求你再跨一次 我们跨一下验证 所以这颗晶片呢 又要在 比如说我今天下到14厂的时候 我又要再什么 再跑一次这个流程 那跑一个 一个一片Waver从第一站 我们讲的这个半导体工程的第一站 跑到最后一站 它需要一段时间 正常时间来讲 大概三四周 你跑很快 我们以前叫做Super Hard Run 还有那种Super Super Hard Run 就是那个晶片一到之后 现场一秒钟都不可以Delay 马上要进机台 Run完之后马上量测 马上洗 马上下一站 我印象中大概也至少要一两周吧 跑很快 24小时一直跑 一直跑 可是你想想看 跑完之后还量测 所以其实就矿日费时 所以如果今天 你今天客户 NVIDIA下单 在你台积电 你在12厂跟14厂 都要做这件事情 就很麻烦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困扰呢 所以在比如说 在台积的12厂里面 以前就有好多个Face 然后可是你不能说 那我只是改一下名字就好 我叫做12A 12B 12C 12D 这样就好 不行 因为它其实还是要有一套 就是这个厂区 它有最简单的 它那个Waver是会通的 你不能够把 比如说在12A厂RUN的晶片 RUN完之后呢 就是说 我要到12B的时候 我还是叫12厂 那我可能要坐建策过去 开货车过去 不行 所以你知道 它里面其实都自动化 那个Waver是在空中的 这个叫捷运 他们就这个 自动化系统里面去跑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 至少捷径度等等 都是在同样的环境底下 那里面的人员组织啊 厂长啊 也都会相对应 当然就是12A 有12A负责人 12B有12B的负责人 对不对 好 那你想想看 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那一盒Waver 那一片晶片 才会在同一个系统底下去跑 客户才会信服说 好 那你只要跨一次就好了 你就不用 可能就是顶多在另外一个 FaceB的时候 做一个简单的 两绿的测试 没有问题 就可以 就允许 客户就允许说 好 那你 这一批货就可以下载 这个 这个A或B 这个单位里面去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所以你看 光是这个工厂的命名 还有工厂的这个结构 工厂的分布 这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学问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刚才回到 高雄那个18厂的话题里面 所以18厂里面 它应该就会有 18A 18B 18C 18D 这些不同的厂区 所以它 我刚才讲是 一个工厂需要1000到1500 是指的是 一个A单位或B单位 就需要这么多 所以如果今天有四倍 18厂有ABCD四个FACE 那它就需要这么多员工的加入 好 那再过来一个讯息是 上游 中游 下游 这些产业 整个半导体 这个产业呢 都非常非常的缺 都非常非常的缺 那 14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盖一座12寸厂 需要多少钱 好 那我如果讲12寸厂 其实不够precise 不够精准 因为12寸厂里面 它有氛围是 它去run 我刚才讲的 是65奈米 还是45奈米 还是28奈米 还是10奈米 还是5奈米 那run的这个奈米 就是越小 这个单位越小 就是越难做 所以呢 它这个花的钱就不一样 那主要花什么钱不一样呢 是基台的钱不一样 你用了基台就会越贵嘛 好 那简单概念上来讲呢 你做14 14奈米 我们讲14奈米好了 就是现在可能 就是接近 比较先端 比较高速运转 或者是类似 这个比较先进制程 这样子的一个制程里面呢 它需要盖一座厂 约需要100亿美金 我们现在把它乘以30好了 各位 刚才一座 14奈米的12寸厂 它大约需要300亿的台币 大家现在已经不止了 可能是300 3000亿台币 3000亿 那你如果汇率算准一点 3100亿台币 就3000多台币 那你如果继续往下走 走得更精 更小 这个更先进制程 会接近5000亿台币 会接近 就是接近150亿美金 就会4500亿台币 所以你看 那一座厂 它其实花的资本投资 相当的大 这一点其实也回应到 之前有跟大家讨论过说 为什么台积电 它这么赚钱 营收这么高 这种制造业毛利 有将近60% 净利也很高 为什么这么口 都不发钱给股东 为什么这个股东 你领到的股利 以直立地域来讲的话 台积电都是相对 其他产业相对低 可能就只有2.5%左右 好 那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台积电 并没有把所有赚的钱 大部分都发给股东 为什么 它必须保留一些钱 做资本投资 也就是说 它其实帮股东 看长远一点 如果你今天投资台积电 希望能够长久赚钱 那你不能要求你的老板说 你赚钱都给我 没有钱去扩厂 没有钱去再做研发 你的钱就只能赚这一次 对不对 可是它帮股东赚到的钱 在哪一部分出来呢 去做资本投资 在做盖场 你想想看台积电 台积电一年 营收好像是一兆 我们那时候看过 一兆多 一兆多 你如果去算毛利率六成下来 应该也有六千多亿的毛利 那你想想看 六千多亿 它如果六千多亿 扣头扣尾 还有税 好好的 就算它每年赚个三千多亿好了 它全部发给你 它就没有钱去盖厂 它光盖一个厂 叫三千多亿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 你投资台积电的时候 你当台积电的股东的时候 你就会毛利 那个股力比较少 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 好 那可是这样的公司好不好 好啊 它为你着想 所以你放上去 你不用急着把钱 这个换回来 对不对 你就继续当它股东 它会继续赚钱给你 这才是重点 好 所以我先告诉大家 资本投资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那你想想看 一座晶圆厂 需要一千到一千五 五百名员工左右 然后呢 这边也稍微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些人到底是哪些职位 在工程师部门 我们就先不管 因为那个主管 那个老板 或者经理 或者是什么处长 那些很大 其实那个就占很少数了 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在工程部门 好 工程部门 工程部门大约有两类 一个叫做制程工程 跟设备工程 所以你如果去应征 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的时候 工程师就会有两个主要 但还有一些包含什么 就是厂务的工程 等等之类的 那个就相对 比较没那么多 那主要是制程工程 跟设备工程 那制程工程师 大概需要300人 设备工程师 大概需要300人 然后现场的第一线作业员 也将近600个人 然后制造部 大概会有将近300个人 制造部有时候你在做什么 它就有时候那个货 它制造部要有科长 要规划这些货 怎么下单 怎么等等 所以你想想看 大概概念上来讲 就是说 有一个设备工程师 然后有一个制程工程师 两个人的时候 旁边大概就还会有 这个1比1比2 就会有两个作业员 概念上是这样子 1比1比2 这个概念 当然还有所谓的厂务 制造部等等 所以这人员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简单来讲 这工厂也很简单 制程工程师负责 整个生产流程 设备 工程师负责把设备管好 然后制造部跟 四班二人的作业员 他就负责 run这个货 你看这个分工 其实就很明确 我再讲一次 有人把这个 制造流程的管好 就是制程工程师 有人把机器管好 就是设备工程师 有人负责把这个 客户要下的货 规划好下去 然后让这个货在 每一台机台 都很顺利的run 那有时候你会问我一个问题 这不是设备都自动化了吗 为什么还需要 那么多作业员 其实以到目前为止 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是 8寸厂跟12寸厂 自动化的程度不一样 当初8寸厂在盖的时候 其实没有考虑到 那么大量的自动化 所以现在很多8寸厂 很多的工作 其实还是靠人力 像那一盒wafor 一盒晶片 一盒晶片里面 以12寸厂来讲 25片 约当 各位可以想象 它大概就一台 宾室的价钱 当然宾室有便宜有贵 产品本来就有便宜有贵 我只给你一个概念 就是说 那个作业员拿在手上 那一盒wafor 一盒晶片 就相当于 抱一台宾室在手上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我以前去 历经半导体的 第一个工作 老板叫我去处理什么 处理那个 现场作业员小姐 不小心 帮它跌倒 然后那一盒晶片 掉在地上 粉身碎苦的那一盒晶片 不是叫我把它回收 是叫我把 不必要的 那个碎片清掉 然后把剩下来的 拿回来 想办法让它可以用 各位你要想想一下 晶片不是说 你今天把上面的 这个碎片清掉 它可以继续往下走 不是 那个都已经被污染了 我们叫particle污染 所以它经过很多道程序 把它清洁 甚至于表面有些 刮伤什么 那个都不能用的时候 要做一些处理 所以它其实必须在经过 一些半导体精确 比如说 湿式的清洁 干湿清洁 甚至食科 有时候可能还请CMP 就是研磨的部门 再帮我们往下抹一点 让上面那个 牺牲上面那一点 或者是把上面那一层 直接抹掉 所以我那时候 第一个project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在救什么 我在救waver 本来这盒waver 是一台宾室要报废 对不对 那我现在救一救回来 好歹它还是一台 Camry之类的 还是可以用 看用 又帮公司省一些钱 我第一个credit是这样子 那蛮有趣 因为我都在无城市里面 在建一个小无城市 因为我的那一批污染的waver 已经不能够 再跟正常waver混乱了 因为这个会害死 整条生产线都会被污染 所以我必须 再建一个小的fab 在里面做一些 人工的处理 然后包含 还要知会各部门工程师说 这是一批 有被污染的waver 我现在要经过清洗 我还经过研磨 我要干嘛 让它能够救回来 所以它就是变成一个 专案的处理这件事情 好 现在包顺厂 其实现在还是在 这样的状态 就小姐它是手持 这样的waver跑来跑去 不是跑来跑去 它有推车等等之类的 但12寸厂 它就相对了什么 它就会相对的自动化 你看那个晶片 就像电视新闻看到的 就是在空中 像捷运一样 这样子走来走去 这是一个 就8寸跟12寸 然后第二个呢 很多的 这个半寸体的生产过程里面 它有一些量测 比如说我现在镀磨 镀了一层 比如说几个5K的磨 5K之后 那到底是不是涨5K 机台有没有异常 所以我要进量测机台 去量一下 这个厚度 那还有一个什么 量完之后 有时候我今天这个 比如说 黄光石科 吃出来一个洞之后 这个洞的大小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spec 其实这个叫做 线上直接就要做QC 不要等最后量力出来 有问题在 嘴现场就要去做monitor 那有的时候 量测当然现在都自动化了 可是有时候量测机台 包含什么 Diffid 上面有没有particle 就是有没有那一颗 很小小的 吊在上面 机台的particle 还是自成发生 这个的话是很细致 很严密的去控管 那这时候 其实还是要需要 有一些线上的作业人 去帮忙去注意 有没有哪一批weaver 发生什么问题 大家急事的去回报 万一这一批weaver 真的已经是不能用的话 那就要赶快通知 不然你再往下走 就是浪费 重点不是这一批weaver 是异常的时候 到底是自成异常 还是机台异常 这个全部都要去控管 所以这个其实是 非常复杂的作业 所以它还是需要一些人力 然后呢 大事上它在这个线上 就分四大部门 黄光 薄墨 石科 扩散 这个一般你 大家常听到的 黄光 薄墨 石科 扩散 当然还有什么 这个量测的站点 那还有一些 就是weaver 下weaver近 粗的站点等等 然后 刚刚也是没有提到 说八寸厂跟十二寸厂的差异 那个像蛋糕一样大小 其实 这个从点一三 从九零 就是说我们不是 刚才我要怎么解释这些东西 因为它有点 不是有点饶舌 是如果你不懂 真的你可能不晓得 什么叫点一三 什么叫九零 什么叫六五奈米 简单来讲 你数字越小的时候 就是你做的那个线路就越细 那目前这个点一三以上 比如说你可能有所谓的 什么点二五奈米 零点五奈米 那种线比较粗的 其实都不会在十二寸厂生产 它都会在八寸厂 点一三基本上 点一三以下的 才会进到十二寸厂里面 去做生产 所以我刚刚有稍微提一下 十二寸跟八寸的一些差异 可是它们在制程上 也不是说我现在点五奈米 也跑去十二寸厂 因为太搞缸了 点五根本不用那么细致的机台 所以它不会这样子做 好 那如果盖一寸厂 我们刚才是不是讲 就是很多的钱 三千亿泰币 那请问一下 你知道这些钱 它是怎么样的分配吗 这个其实这一期的 数学时代杂志 有稍微分析了一下 其实百分之八十都是设备 你不要以为盖一寸厂 其实建筑物是最花不了钱的 就是说土木新建 还有这些设备 这个测试什么等等 里面的一些 都其实都是 大概只占百分之二十 真正贵 我刚才讲的 那个三千亿真正贵 是我今天盖座厂 不是空厂房 是机台要进来 那些机台会占掉 整座厂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的预算 你想想看 三千亿 百分之八十 就两千多亿都要买机台 那机台是真的很贵 尤其是什么 像黄光机台 大家可能有听过 什么EUV电子素等等之类的 这些机台它都是相对贵 因为它其实制程里面 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 好 以上这边讲的 大概是一个半导体厂的概念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最后来讲一下 这个人的问题 我刚才讲这么复杂的意思 就是说 投资这么多 然后它其实需求的资金也好 人也好 也很多 可是以现在的现况来讲 第一个就是烧纸化的问题 确实太严重了 就是说 我自己在大学教书 你就知道 那班级人数越来越少 减班 然后美班人数越来越少 第一个就是毕业的 可用的人才就相对少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今天就算 我从工学院毕业 以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来讲 他不见得要去 这个所谓的电子厂 科技厂去工作 因为现在资讯比较发达 所以很多人在念书的时候 以前我 我讲实在话 以前我们的资讯比较封闭 所以以前我们去念书的时候 老师就说 你们的工作就去台积联电好了 不然我们也没得选 因为我们不知道 有什么工作适合我们 所以我们就去了 可是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 所以现在的这个人才的部分 就比较 比较 资讯发达之后 就不会产生资讯不对称 所以 减少资讯不对称之后 一个学生他毕业之后 他有 尤其现在学生又比较什么 就是主观意识 或者是自我意识比较高 他比较可以自己去决定 他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他就算学了半导体 他也不见得要去半导体厂工作 你知道吗 这第一个关联的不一样 但是有另外一个现象就倒过来 这个也是 这些半导体厂在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既然不来工作 好 那我就不找工学员 那我找文科理科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其实你知道现在 在这一期报道里面谈到 有很多文科的学生 其实也可以到台积电 这样子一个半导体公司来工作 当然他们不见得 一定要到第一线的 这个生产线上去 他们可以有很多的后勤资源工作 那其实也有几位 这个他们也 也里面有几个报导 也谈了这些同学 他本来是念文科的 他最后他其实也是变成工厂里面的制成工程师 所以这个报导你可以 细节的故事你可以挑出来看看 那这边只是要告诉大家说 这边现在产生一个现象是 工学院的学生不见得一定要进去半导体厂 然后半导体厂现在要的也不见得是工学院的学生 这是一个现在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 好 那我们刚才讲回到 那如果台积电缺工 到底会不会造成国安危机 其实我觉得讲 我讲国安危机有点夸张 那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台湾目前经济命脉都在这些 所谓的电子业上面 各位有时候也会想象说 如果两岸如果不和平 两岸如果打战 你让对方的子弹会转弯 至少先不要打到半导体厂 不是只有对岸 美国等世界大国都很希望台湾不要有事 因为台湾目前已经是晶片供应的 这个很重要的国家 你今天把这些半导体厂整个断掉 我上次前几天好像看到一个新闻 听说会影响全球的GDP将近30% 我应该没记错 因为这30这个数字很夸张 也就是说台湾的半导体工业 如果今天断掉了 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当然打仗的时候不要去打到这 所以曾经有一个笑话说 如果打仗的时候你要躲 不要去躲反空洞 你要去躲台积电 哪怕是台积电停车场 你就只得躲过去 因为那个子弹不会瞄准他们 当然也有人说 如果真的打过来的时候 要说交土策略 要破坏这所有的工厂 不要让对岸得逞 当然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讲法跟想法 我只是要讲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半导体晶片这个产业 在台湾其实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这个这么重要的角色 它一直缺人 也就是说这个已经给你很好 其实台积电薪水不是最优务 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你要去可能IC设计业 可能相对优务 可是它是相对稳定的 而且它其实里面 它的工作模式都不一样 我下次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半导体工程师的一天 各位大概就可以听出一些端倪 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其实你到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 我个人我非常喜欢台积电文化 我主要是因为我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我要创业我才离开台积电 我不是因为讨厌我老板 讨厌我的同事 我才离开台积电 也不是不喜欢我那么高的薪水 我薪水不是很高 可是它相对稳定 对一般行业的员工来讲也都很好了 所以其实要跟大家分享说 如果说你今天这个产业 这种这么棒的牌子 它还要缺工的话 其他的产业目前应该 也是面临一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真正的经济命脉缺工了 我们有办法持续生产出好的东西来吗 我们有办法持续去供应 全世界要有这些晶片吗 这值得去思考 那你问我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我 我觉得少子化 然后学生毕业不见得要来 这个其实是很麻烦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记得不论哪一家 好像日月光 他们会大量运用这个境外的 境外的这个 它不是外劳 外劳是劳力嘛 它可能国外来的工程师来这边工作 这也是一个 你可以从东南亚或者其他地方去找 这样的工程师进来工作 因为有些事情没有人 现在还没有大量自动化的前提 没有人真的事情做得 没有办法很完善很完美 所以现在我只是抛出个议题 我也没有解答 你说少子化 我就不能要求大家一定要伸出 更多的工程师来嘛 对不对 可是有一些相对应的做法 以台阶电目前的做法来讲 它就往这文科 第一个是往文科 就是面向更广 第二个时间的更早 9月份就进学校 开始去跟你签约 你就来 这是抢人 可是我猜 这个抢不到太多人 因为人总数就是那么多 那另外一个其实蛮重要的 我认为是数位转型 也就是说 你原本需要的1000到1500人 有没有办法变成500到1000人 你才能够根本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 如果要解决这个国安危机 除了从各方面找人 提早找人 那你自己内部的优化 怎么样让自己的流程里面 去减少人力的介入 人就不够用 我们现在不是说要把人排除掉 是人不够用 所以当你可以把这件事情 处理好的时候 或许就有机会 让这个人力的危机能够降低 那我在这边其实也要呼吁一下 这个我们的政府单位 如果说今天各行各业都在缺工 你们不要再去打这个政治口水战 不要一天到晚在想选举 你可不可以替台湾的未来 10年20年去想象一下 如果说服务业也缺工 制造业也缺工 缺工 那我们的经济实力要从哪边来 你要跟对岸拼 人家现在生三胎也没问题 人家鼓励生 人家人力多 人家的这个精英大学里面 一对精英 那我们呢 我们反观我们的人越来越少 其实人口下降本来就是一个国安危机 这个是大家认同的 可是人口下降之后 它产生的缺工危机 这才是最主要要去面对的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策略 以中央单位来讲的话 比如说怎么样去协助 企业的数位转型 降低这个人力的需求 然后甚至于有没有办法 从其他国家引进一些人力 来填补这个缺口 还有没有各种更创新的方法 我觉得这值得大家去讨论 我前面讲了很多 办劳体厂里面发生的事情 它的资金 它的人力 它的机台 甚至的分工 其实主要是要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一直是占有一个 很重要的地位 可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是没有人可以去控制 去帮忙去推动这一切的时候 这一切它会化为泡沫 化为乌有 这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 你可能不见得也是机关单位 当然你可以听听看 如果是你要怎么解决 如果你是企业主 你怎么想想看 如果缺工底下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面临 你未来即将扩展的事业 我们的未来前景 还是很看好 车用 当然不是分析给大家吗 什么车用 高速运算 需求一堆 没有人做就是泡沫 就是做不来 好了 这一集就简单跟大家分享这边 那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对帮忙理工程师有兴趣 我们再一集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最后也别忘了 各位也别忘了 我刚刚前面的提醒 如果你今天对这个题目 帮忙理想人大作战 非常有兴趣 数月时代10月份的报道 就专门在讲这个部分 那也请大家呢 这个可以上车热电Cobo 这个下载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电子书 然后也这个 支配人也提供各位 非常棒的优惠 有个七折优惠 各位在节目的 资讯页可以找到 你可以copy贴上 你就马上拥有七折的电子书 你可以透过这个 你的iPad或电脑 不用买这个阅读器 你就是用app就可以看 app是免费的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议题的报道 那我自己像我这一次的报道 我也是看了 我自己也是看了电子书 然后再从里面 接取一些重要资讯 来跟大家分享 当然也谢谢数月时代 这一期做了一个 非常棒的报道 提供这些资讯 跟大家分享 那这一集就做到这里了 动能七倍 只方向找故事 认生 直辈生 一起没有你我的人生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